见网友到底有多危险 美丽刚和网友分手准备回家 突然这难道就把她给绑了 男人说刚才还没玩够了 我还想继续 随后大壮把美丽抓回了大本营 他指着那些破旧的小汽车 说都是网友们的 原来大壮是个专门在网上捕猎的变态 他不顾美丽的哀求 把她双手捆住掉了起来 随后美丽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但他从没有放弃过逃跑 有一天趁大壮刮胡子时 美丽踩上旁边的铁块 挣脱了手上的束缚 他赶紧跑回车上 拿出自己的手机准备报警 可地下室根本没有信号 这边大壮回来看到监控里的人没了 但他一点也没着急 自己的地盘还能让猎物跑了 惊慌的美丽躲在车边 突然灯光熄灭 大壮猛的出现一把抓住了他 接着把美丽绑在了车上 大壮拿起烧的通红的铁块 一下按在了他腿上 美丽疼得歇斯底里 可胡的烟雾都给整出来了 随后他被大壮弄上了一辆小货车 美丽想去捡起旁边的手机 可大壮一个刹车 手机滑到了更远处 更不幸的是 突然手机响了起来 大壮把车停下 对着美丽又是一顿暴打 还没等他缓过进来 突然一个女人从前面掉了下来 美丽试图跟他说话 但明显这是一具尸体 美丽慌呢 这不就是自己的下场吗 到达目的地后 大壮挖了一个坑准备抛尸 这时美丽发现了大壮丢在车里的钥匙 他捡起钥匙打开手铐 出去时正好撞到回来的大壮 他赶紧从车后翻出 逃跑时还不忘顺走铁锹 大壮看着猎物逃走 一点不慌 拿出铁链准备陪他好好玩玩 美丽穿过一片荒地 来到一处房屋 他大声呼喊救命 但房里空无一人 敲碎窗户 他拿起电话想报警 可这时大壮也跟了过来 感谢观看